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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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怕一会儿他敬爱的蓝秘书又发出什么奇奇怪怪的照片和言语来 陈树赶紧关了投屏 嘴里连连道歉 抱歉抱歉了各位失误 魏无限倒是一点不觉得尴尴尬 心里还美滋滋的 假意咳嗽了一声 退出了手机投屏 重新连接了笔记本 把方案重新调出来讨论 见细 魏无限手指滑着手机屏幕 给蓝忘机回了条信息 好 想了想 只回复一个好字会不会太敷衍 魏无限又敲了敲 线长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 快速打出一行字发了出去 很快收到回信 好 等你回来 魏无限又回了个恩字过去 才专心看向投屏 听着大家的吞轮和建议 在推翻了三轮的讨讨结果后 终于敲定了第四轮讨论 并反复修改后方案的时候 已经临际下班时间 魏无限抬手看了看万表上的时间 到 其他人散会 金公和江公留以下 说这话的同时 魏无限向陈树递了个眼色 陈树微微点了下头 回复魏无限一个懂了的眼神 立马退了出去 他退出去的时候 金子轩的助理杜峰 果然就贴在门上 正努力地想听清楚里面的对话内容 被他撞破 有些慌乱的眼神看着陈树 陈树装作什么不知道事的 笑着道歉 杜主 您还没走呢 不好意思啊 我吓到你了吗 哦 没有 杜峰慌乱道 马上就走了 嘴上这么说 时机却一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 陈树朝他微微笑了一下 然后摆了个八字 背靠着墙站着 还掏出手机来看了把游戏 一副你不走又我也不走的架势 杜峰皱了皱眉 这样的话 他还怎么偷听里面的谈话内容 陈特助 您不走吗 杜峰问 我不走啊 陈树眼中闪过一丝鄙夷 脸上却依然挂着礼貌的笑容 总裁要跟金公和江公讨论一下 试验工程的进度 让我在门外守着呢 如果仔细看的话 就能看清陈树的这个笑容力 夹杂了一抹嘲讽 可现在的杜峰 头听被撞破 心里慌乱 把这一细节忽略得彻彻底底 他呜了一声 撞死不经意地问起 讨论哪个实验的进度啊 就之前数据被泄漏 然后又跟兜大联合开发的那个实验啊 在装这一块上 陈树比杜峰还要更加更生一筹 只见他一边玩着手机游戏 一边邪逆了杜峰一眼 轻松地语气道 杜柱 来一局吗 我跟你说 这个游戏可好玩了 我玩了好几年了 我不了 杜峰笑笑 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片刻后又抬起头来 也捞出手机装作玩手机的样子 继续套话 那个实验又有了新的进展吗 嗯 陈树边玩边道 这不在里面商量 要不要开个发布会来着呢吗 这样啊 杜峰眼中闪过一抹脚侠 装作不经意的问起 哎 可是那个实验之前 不是被泄露数据了吗 怎么到现在也没听说是谁泄露的 前面商量 也没听说是谁泄露的 对